年輕人的失業太可怕了 是年輕人失業多可怕 我們都知道一個數字 是大概就是說 現在年輕人有20%失業率 但事實上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 有可能是被低估的 為什麼說有可能被低估 寶杰哥你有看到 女力表上面 有人穿得這麼少嗎 你說如果是應徵什麼模特兒 那就算了 他竟然是應徵一個文職人員 結果他穿成這樣子 就大家都驚呆了 然後人家就想說 為什麼要穿成這樣 原因來他應徵老闆的秘書 所以想要讓老闆對他印象深刻 然後對他胸懷大志印象深刻 所以他就直接把那個 很偉大的報復理想給展露出來 所以大家都心裡想說 這個如果不是真的因為工作很難找 誰沒事要這樣子搞 結果他說這個是上海一個 而且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畢業的 當然現在有人在質疑說 幹嘛今天要給高幣 要上海復旦大學 都要穿成這樣 那一般人怎麼辦 不過不管怎麼樣 從這邊可以凸顯出一件事情 確實中國年輕人失業率的問題 真的嚴重 我現在看到一個故事 把我嚇傻了 一個起點汽車 起點汽車 他已經成立好多年了 這些年來他向各地方募集多少 730億元 730億元募集來了以後 他居然一台車都沒坐下來 一台車都沒坐下來之後 還是繼續募集 還是繼續騙 騙了以後撐不下去了 他說對不起我倒閉了 我不幹了 可以告訴我說 這個起點汽車 在中國不是單一現象 這種起點汽車在中國比比皆是 現在中國的車市有八成 跟他一樣退場了 而且人家都說台灣是詐騙的 但是我跟他講 中國詐騙的更厲害 而且他們詐騙的都非常非常高 你剛才講的是起點汽車 隨便就騙到730億 這種公司比比皆是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中國在輔助 所謂電動車的發展 中央很多錢 所以大家想 中央很多錢的話 我就來騙中央 就讓他們企業紛紛去騙 寶貞你知道嗎 事實上中央有準備大菜 那中央就說 我準備了好幾千億人民幣 上兆台幣 我準備要把中國的電動車 把它砸起來 你說 中國為了輔助這種電動車 丟了幾兆台幣進來 那事實上 你既然中央政府 既然是這樣子的時候 好 所以你知道 2019年的時候 根據中國的統計數字 中國累計整車的註冊商 有635家 那成功註冊有486家 我們就說有500家 當時要研發的車型有 5827個車型 結果寶貞到現在為止 中國剩下50家 也就是從原本的500家 變成50家 百分之八九十的都倒閉了 而且車子呢 很多車根本都是 號稱他們就是有藍圖 然後有一個樣子給你看 然後最多最多做出一台給你看 但是接下來都沒有 都沒有了最多 所以他事實上這些 完全都是騙補 所以說那很多幾兆台幣 對 都到了口袋去了 所以你看現在中國是這樣 現在很多車器 現在很多地方的 這個政府的空地上面 停滿了大量的電動車 因為都根本就是作假 裡面很多 根本就是只有車殼 沒有電池 因為它根本做不出電池 一大堆 我們現在看到在這中國 有很多的空地 很多的空地停了很多車子 就這麼來的 對好 那你知道 不只車是 最近又有很多家 今天有一個新創版的 有一家做半導體被摘牌 為什麼 因為它也是騙補 半導體也是 所以車是一堆 然後半導體也是 那除了什麼 還有房市 那大家都說 你幹嘛政府在騙 去年不是說要保公樓嗎 要保交樓嗎 就說我一定跟交樓 可是目前為止 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完工比例只有三成 所以告訴你什麼 中國大陸根本就是 大家常常現在在騙 你政府要求我保交樓 我才不管你 反正三成左右 我錢拿到完工還是只有三成 所以顯見 中國的經濟 為什麼會出那麼大問題 因為很多都亂砸 很多都被騙走了 市長你講說 當中國景氣好的時候 但是我的泡沫還可以吹很大 我還可以大家互相的遮掩 互相的吹牛 互相的支持下去 可是現在剛才講的 它現在6月份的CBI PBI 全部都下滑 下滑就代表泡沫破了 泡沫破了以後 就現出原形了 而且這個中國公布6月的CBI 我真的嚇了一跳 它CBI是多少 是零 零 也就是說它沒有通貨膨脹 現在全世界大家通貨膨脹 只有這個樣子 為什麼它會是零 因為民間消費不正 大家不想買東西 所以通貨膨脹是零 那為什麼要消費不正 因為大家都覺得 搞不好我買到是假的 搞不好很多都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現在什麼 到底是真的 好 另外就是 剛剛講 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安徽省同齡縣的法院公告 剛剛講到 這家公司叫奇典公司 奇典公司當時的創辦人講說 它要用小米模式 打造中國的特斯拉 而且中國的媒體 還大量的吹捧說不得了 這是一個未來偉大的一個車企 它向各個地方 收了730億元的台幣 就一台車沒做出來 一台車就沒做出來 它就倒閉了 這個奇典汽車的創辦人 神開眼 我覺得它真的相當厲害 為什麼相當厲害 你看最近一段時間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安徽省的 同齡市的這個法院公告 就是說這個同齡汽車的 這奇典汽車的 因為負債累累 然後資金斷裂之後破產 那好 申請破產 這個聲明出來之後 大家完全嚇一跳 為什麼 寶吉他這個奇典汽車 其實他比現在的魏小禮 都還要更早 巧克力 他是中國最早叫板特斯拉的 最早 對 他2014年就馬上就說 我要叫板特斯拉 而且他說 因為這個神台影 他有非常好的 這個過去的軟體的履歷 他在360度 然後包括說 金山軟體擔任 就是雷軍的公司 擔任副總裁 所以他當時 有跟雷軍有交集 那好 所以呢 他當初就募達了 非常多資金 那後來又找了一堆人 那他 他有拿到什麼 英特爾資本啊 還有包括說像 這個光信資本等等 二三十家的這個 這個融資非常非常多 然後他說 我要用小米模式 小米模式是什麼 就是說 我一直不亂的出車 然後我用軟體更新的方式 來打這個特斯拉 結果被想到 幾年前過去之後 現在完全證明是一場空啊 而且我看到的資料是 他獲得了11輪的資金投資 代表在九年來 陸陸續續有11波對他投資 這11波的投資 墓了730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就一直不斷的吹牛 為什麼一直不斷吹牛 你看 他的主要幾個 我們就講聯想資訊 是聯想的公司 英特爾資本 是英特爾的這個公司 還有伊藤忠 伊藤忠就投資他 所以他真的非常厲害 他怎麼吹 2014年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2016年他就說 因為當時中國都沒有發布車 他就說我推出了一台車 叫IS-6 那IS-6來說的話 只有一台IS-6在那個地方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幹什麼的東西 沒有看到任何的東西 然後他就在那邊聊什麼 星辰大海 留我們未來的發展的計畫 講的泱泱傻傻的 然後警覺說 我們2017年會正式的發表 就2017年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有看到那台車 那台車的時候他就說 我們這個二三十萬的這個價格 然後有上網 可以持續航程的四百公里 大家想說真的還假的 但問題是他也沒有讓媒體去試開 那他就反正一台車在那邊 他就有一個影片出來 但是沒有人看到真正的車 他就PO了一台原型車 PO了一個影片 然後告訴你這個影片說 他的續航力可以到四百公里 而且他只要二三十萬 你就可以買到了 然後他怎麼騙呢 好 開始買網軍 所以當時一堆中國的網路上就說 哇 這個起點汽車是什麼 網路 網際網路造車之光 然後當時哇 非常多 然後他就說 我們現在有1500名員工 然後有好多個生產基地 然後準備要叫板特斯拉 所以他一直不斷地吹牛 一直不斷地吹 所以當時他的確是中國 騎點汽車2016年 是中國當時最厲害的 然後今天2018年他就說 我們現在車子還在研發中 但是我們還要發表什麼 軟體 因為我要走這個小米路線啊 所以他說我軟體已經開始更新了 等一下 你的車都還沒看到 對 車子都還沒有影子 你就告訴我 我要從智慧駕駛開始了 對 他說我這商用電動化的平台 未來可以搶盡所有的這個狀況 好 結果沒想到 2019年 因為這個騙不下去 這個經過第一次的減資 結果沒想到 他居然又找到了伊藤中來投資啊 好 伊藤中來投資 你找到2019還可以騙到伊藤中 對 好 伊藤中投資之後就說 因為我們伊藤中投資 所以我們準備要IPO 那IPO你知道嗎 我們變成是超級獨角說 哇 這個大家更想投資啊 所以又壞 伊藤中都進去了 對 吸引了一筆 結果沒想到從2021年就開始出現 什麼欠薪300名的這個員工啦 然後包括說很多都倒閉 還有違約金的這個狀況 所以整個目前為止 他還說什麼 我要去什麼銅林啦 什麼香蘇啦 還有株洲等等的整車廠 要真的這樣子 但是目前為止 沒有人看到車廠 也沒有人看到真的車子的生產線 欸 他太厲害了吧 是 你車子做不出來 是 你總共有工廠 是 工廠也沒有 是 你沒有工廠 你沒有任何的實際的車子 你還可以騙這麼多童章 所以他現在 因為他就是買了很多 他有所謂銷售點 還有總部 結果沒想到他現在怎麼辦 總部就已經被賣掉了 總部現在變成什麼 以前是他們的車子的 你看起點汽車的狀況 他是在安徽省這個附近的據點 結果沒想到現在變成什麼 變成星巴克 變星巴克 他已經賣掉 已經破產重整 這個土地已經被賣給了相關的人士 然後相關人士把它改造成星巴克 你看他 因為他的總部蓋得很漂亮啊 所以星巴克把它入股 你看 一個730億融資 造不出一台車 你看他總部蓋得富力彈簧的樣子啊 而且 他的標題是什麼 在路上 我們從未停下腳步 應該是說 在造車上 我們從來沒有實現這樣一個狀況 在路上 我們從來沒有停下腳步 對 但是我們真的也沒有做出任何一台車啊 所以你看 多麼荒謬的一件事 而且你要講 現在不是只有他 在中國這種 很多欸 非常多啦 我跟你講 事實上我們知道魏小禮是現在唯一倖存的三家公司 這個比較好的 之前還有所謂新造車的三四立 那還有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起點 還有一個樂視 樂視也是造假嘛 這個假藥廷 我們都知道說他這個車子 根本開不出來 另外還有遊俠汽車 哇 這也是非常天才 遊俠汽車你知道 事實上 這個我們講到了 當初所謂的魏小禮之後 還有汽車三四立 現在完全都掛掉 那完全都掛掉的時候 你就知道 事實上起點也是非常厲害 其實我剛才講到 起點他就說是個神海影嘛對不對 然後包括說他還找了個黃玉 黃玉也是非常厲害啊 所以我們就講 事實上起點不是只有推出車子 你看這是他車子 從來沒有推出車子 你看他還推這個欸 二輪 對電動的摩托車啊 所以他其實產品線非常多 還有整車的所謂 平面化的軟體系統 所以他推的非常多 只是從來沒有推過而已的狀況 而且事實上 當我看到神海影的時候 我對他太為觀止了 我對他的從進如滔滔江水 他說為什麼叫起點你知道嗎 他說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 宇宙從無到有的那一點 就叫起點 對 沒錯 他是宇宙大爆炸的那一點 對 所以他真的實現了從無到有 有的是什麼 他的口袋非常的飽滿的一個狀況嘛 所以大家就說你也太厲害 騙了730億 好 那除了這個之後 我們剛才講不是講游俠嗎 游俠也是另外一個 游俠他也是跟你說 我也要叫板特斯拉 他還說什麼 他是PPT造車的師傅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從頭到尾就是假的 只有看到一個 這個文章上面的 你看 他2015年發表這個發表會 然後就說我們的 我們叫做 概念車叫游俠X 當初大家看的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仔細看喔 他跟特斯拉的樣子非常像 所以甚至剛時還有人說 你會不會是只有買了Model S來之後 把你稍微改裝之後就推出你的車 就推出你的車 他的原始創辦人叫黃修緣 黃修緣他就講的非常多 他講的非常多 但是沒想到根本做不出來 就知道黃修緣非常有意思喔 他在2017年就跑路了 因為他真的做不下去 就沒想到居然還有人要買 這個魏俊買的 魏俊買他買下來變成是第二手 那為什麼魏俊買第二手 因為他們可以繼續騙啦 你以為騙不下去嗎 你知道後來獲得什麼 A輪 B輪還有B加輪 也有三輪的融資 融資了87億 這樣還可以騙 也是融資了大概500多億 然後還有什麼新華思路基金 還有南太湖建設 還有格子資產 但是因為一直不好 所以後來就破產 破產之後鍛鍊 鍛鍊之後後來2019年 就完全就破產的一個狀況 好那這是魏俊 那除了魏俊之外還有什麼 那為什麼會 還有一家叫 綠池 綠池也是一模一樣 他也是人家 他也是 我覺得他是什麼 他是成立六年來 他也沒有坐過車 他也都是有原型車展示給你看 所以我就覺得哇 看了這些中國的這個故事之後 我想我也好想去中國啊 你只要展示這個 對啊 我們看到台灣詐騙 大家台灣詐騙已經非常可惡了 而且台灣詐騙真的 應該要嚴壓懲罰 要好好把他們抓起來 對 可是你今天看到中國的詐騙 他很為觀子 我跟你講你看了你也會想買 為什麼 因為想投資 綠池汽車 你看原型車展示出來 展示出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新車發表會的時候 有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出席 叫做陳清權 那陳清權他就說 他是我們綠池研究院的首席顧問 那你要不要投資 所以當然很多人投資啊 那如果投資的話 一開始就很多人 養霸都去盪 對 上當 那上當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2018年 就開始有人質疑了 因為他跟義大利公司投資 那合資 就義大利就說 我們收到這個款項 當時就有人 一披露說 他可能有懷疑的這個狀況 但是2018年 義大利爆出這個沒關係 他2018年後來還拿到 這個江西省九江市政 給他錢給他資金 給他土地讓他去做 就當然最後還是做不出來 最後在想你看 看著中國一系列的故事 告訴你什麼 是中國騙捕啦 或是真的做不出來 所謂PPT造車 比比皆是的一個情形啊 而且雖然現在 在中國未來小鵬跟李翔 雖然還存活著 你說現在也非常辛苦 因為也都是嚴重虧損 對 沒錯 我就講嘛 事實上現在未來 已經虧了578億 然後李翔虧了81億 然後小鵬虧了366億 他們其實雖然有做出車 成績也還不錯 但是都是流血在輸出 所以跟你說 中國搞了那麼久的電動車 搞到目前為止 雖然說他市占率有提升 但是目前為止 好像成效也不是非常明顯 好 董事長 我們講過很多台灣詐騙的故事 可是 我就看到中國的車企 他為觀止 騎電 騙了這個730億 居然一台車都沒做出來 沒有做出來以後 這是他的總部喔 導播看 總部上面有一個 在路上我們從未停下腳步 多麼樣振奮 多麼樣的振奮人心 還有這個騎電 居然引的是宇宙大爆炸那個點 搞了半天 我什麼車也沒做出來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還可以騙700多億 在路上我們從未停下腳步 這個有代表的是電車嗎 騙人 還是馬拉松賽跑 騙人 這搞不清楚是幹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喔 其實你要了解到 中國騙數的結構到底是什麼 騙數結構 第一個 它有一個套路 中國的新聞管制 管制什麼你知道嗎 管制政治新聞 那是財經新聞 它可以買 喔 它可以買啊 央視也可以買 這家衛視也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 這個它 這是未來嘛 它談未來如不能買 年輕人長得漂漂亮亮 有留美的學歷 還有什麼包裝 你看不懂嘛 它太大了 14億人口太多了 然後這個國家裡面 有關這種的審查機制 它不會審查 為什麼 它一窩蜂 我們現在搞晶片 全國啪 搞晶片 幾十萬家搞晶片代表 我們台灣搞了幾十年 搞了一家台積電 他們一年弄了幾十萬家出來 最後這幾十萬家 到第二年就不見了 它得賣這個 賣這個什麼冷氣的 賣冰箱的 也去搞晶片啊 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 你看它那個華為 可以去養豬啊 它這什麼跨業整合啊 它這怎麼不能幹 所以這中間 這是第一的 第二 最後一個說 怎麼會有一成鐘投資 對 你就覺得這個你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一成鐘在海外投資 這個事情一定是非常嚴肅的 一個事情 你真的相信是一成鐘嗎 是假的 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不太可能是一成鐘 你說連一成鐘這個都是假的 一成鐘可能是一成鐘的中間的 當地的駐華一個代表 或是一個華人的幹部 對 他們自己出來幹一個什麼事情 可能一成鐘 在這個中國大陸的轉投資轉投資 孫公司或是關係企業出來 不知道我們不知道 它這個騙術的東西啊 一定有所本 那中國還有什麼可以相信的 中國本來沒有什麼可以相信 中國的企業本來就要很小心啊 所以它 但是你不要忘記喔 在這種螞蟻熊兵的攻勢情況之下 它到底有沒有把電動車這個市場 跟這個產業 跟這個供應鏈建立起來 真的 真的建立起來了 建立起來 特斯拉去了 特斯拉去了之後 就建立了一個整個全球最強的 特斯拉供應鏈系統 它所有的零配件系統 一系列整個全部規範建立起來 而且全世界第一名 而且全世界包括傳統的車技 就賓士啦 BMW啦 然後這些 TOYOTA啦 都要跟著特斯拉 盯著特斯拉後面走 對 所以不能不能說它沒有成就 它是全世界第一個 有完整的電動車的供應鏈的國家 上下油彩業鏈 對 這個是 它非常完整 它非常完整 而且它目前的產量 在全世界跟使用量全世界來講 第一名 它已經完整了 所以它在這個 在這個 少數人富起來的基本原則情況之下 多數人是騙子裡面 它還是能夠產生一個它的產業 人多好辦事 人多好辦事 就很簡單 我想說最近呢 最近這兩天 德國政府有一個新的規定 德國政府在李強去了之後 他們有個談判的項目 叫什麼項目你知道嗎 要中國電動汽車 投資德國的新的談判跟規定 中國的比亞迪在歐洲賣的銷售量 是第一名的 你現在到歐洲到德國來賣車對不對 請你來設廠投資 它已經有廠了 它有廠了 它享受到很多地方上的工廠的 這些的福利 要稅款的財稅的 財稅的這個獎勵措施 都已經享受到對不對 可是發現說你的核心的東西 全部放中國 因為中國勞工比較便宜 對 他說不行 他說你要在德國給我投資 要增加我德國勞工的就業率 對 所以談判要求他 最重要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電池 電池要給我投資 你電池要放在德國投資 德國不是傻瓜 不是你來這邊呼嚨我 你把賣賣車你跑掉了 最後搞兩個服務站 敲敲打打 沒這回事 德國人一項一項的跟他談判 哪些零配件 一定要在德國生產 好 觀眾 另外就是 中國現在要牢牢的抓住特斯拉 但是特斯拉誰可載州 也可復州 現在特斯拉做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不斷的打折 不斷的殺價 打折殺價 打折殺價 殺了中國的車企 為什麼這一波很多受不了 就是被特斯拉的價格戰爭都崩掉了 對 特斯拉本來有16家 中國汽車協會說不要再降價 結果馬上又撕毀這個協議 特斯拉7月7號又開始降價 直接現金回饋1.5萬台幣 而且如果你拿舊車來換新車 還可以再折1.3萬台幣 等於一口氣又折了4萬多塊台幣 如果中國車廠跟著一起殺價下去的話 恐怕都會被特斯拉一起拖垮 被拖垮 對 因為這個車廠 其實上海車廠是全美國以外最大的車廠 連廠可以超過100萬輛 本來他是要做外銷的 所以他效率非常好 45秒就可以做一輛車 而且成本比中國 中國的成本還要低 結果現在因為拜登的政策 不能外銷去美國 因為要求電池要有國產比例 所以特斯拉乾脆因為效率至上 他宣布本來有2萬人的車廠 一口氣要裁1萬人 並且不停的在殺價競爭 把他的產能給填飽 因為他本來要做100多萬 可以外銷到美國去 現在不行 我還是在中國做 但是我裁掉一半的人 他大約是很好了 超過1萬塊人民幣的月薪 現在要裁1萬人 整個讓中國的車市非常的緊張 特斯拉要裁員 要裁50% 你看2萬人的車廠要裁1萬人 他還沒有宣布 但是要裁15% 這是非常嚇人的事情 但是特斯拉還是幹了這件事情 接下來他又大降價 讓中國的汽車廠完全都受不了 如果跟著一起降價的話 會死得非常的慘 所以說現在中國的車市血流成河 對 我們來看這張表就可以看出來 因為特斯拉有完整的產業力 所以他的毛利一直維持在這個地方 那一比較就25% 25%左右 那這個一比較中國部分嘛 特斯拉還是有28左右的毛利 理想21 未來16 小鵬11 比亞迪很厲害嗎 比亞迪才5.26% 為什麼 因為特斯拉不斷的在殺價競爭 他不是靠車子在賺錢 他靠的是軟體跟充電系統 剛才吳董在說的 連賓士都用他的充電系統 還有很多車廠用他的自駕系統 他不是在賣車 他在賣軟體 軟體可以賺40萬 但是沒有人會去買中國的軟體 所以特斯拉是靠其他的業務在賺錢 結果他一分鐘一秒鐘 45秒造一輛車 他本來在上海廠 93天才可以交一輛車 現在變成7天到14天 這代表什麼意思 特斯拉產能嚴重過剩 因為不能外銷車子又做太快 接下來他怎麼做什麼 裁員跟殺價把他的產 連特斯拉都產能過剩了 對 因為在中國賣得不好 所以他交車的時間越來越短 本來30 90幾天 三個月 現在變7天到14天 45秒造一輛車 為了效率至上 為了成本至上 我寧可砍價 砍了之後有什麼關係 反正我毛利很高 我賺別的地方 我充電再賺錢 軟體再賺錢 中國車廠如果跟他一起殺價去的話 中國車廠就死定了 所以才會血流成河 跟著一起降價的話 就是賠到死 而且你也講到 現在對中國來講 剛剛講車市的變成血流成河 比大家非常的欺慘 可是不是只有車市 現在的房地產也是 包括所以我們看到 中國六月的CPI PPI 全部都大幅的下滑 代表你這個國家一點買氣都沒有 這是很可怕的 表示沒有人要買東西 而且工廠出廠的價格 還在PPI在往下掉 掉5%左右 是表示所有的廠商都賠錢在賣東西 賠了掉了又5點多% 所以非常的慘 代表他現在是大衰退的狀況 大衰退 所以連保交房 所謂的保證可以交屋的房子 現代都交不出來了 我來舉一個例 荷蘭省的平鼎山 有一個叫永基壯園的 這個建案非常的漂亮 2013年就蓋了 那時候號稱是坐北朝南 風水非常好 而且旁邊有學校 所以家長如果蓋在這裡 如果你買這個房子的話 省錢省利省時又省心 因為你旁邊就有學校嘛 看起來非常美好的生活 所以2013年就開始 你說這個叫做永基壯園府 為什麼在壯園府因為旁邊有個學校 所以你只要住到這個地方來的話 家長省心省利省事 又省錢 有幼稚園又有優質的小學 又有中學 那當然就是我們所謂的學區房 如果能夠住進去 當然非常好 結果2013年就開始蓋了 這麼漂亮的地方 對 蓋不出來 2017年蓋了三年 還是蓋不出來 結果因為資金鏈斷鏈了 馬上就開始協商 就進入了所謂的 中國的所謂的保交房 就是政府也介入 然後銀行也監管進來 結果2019年說 我可以開始蓋了 錢又進來了 簽訂合約了 還有監管帳戶 開始動工 本來說2021年說可以完工了 陸續可以交屋 結果現在又什麼 這種保交房也會黃了 完全又變成詐騙 到了2021年10月 這些銀行又全部沒有錢 資金鏈又斷了 所以保交房變成土地上的傷痕 家長省錢省利省時 10年還是交不出來 連保交房 整個中國的保交房 其實只有30%左右 有辦法交得出來 其實有 那70%呢 還是交不出來 等於說有70% 我已經交了 我已經買了房子了 我已經付了頭期款了 銀行的貸款也都到我的頭上了 我每個月還付銀行的貸款 結果你說這些的房子交不出來 如果你2013年交錢的話 你的小孩今天已經要練大學了 你還是沒有等到中學跟小學可以蓋完 你等了10年還是沒有蓋出來 這就是所謂的保交房 所以中國最近有一個奇怪事情就發生了 朱鎔基的愛將樓繼偉 中國2022年有規定 如果是退休的高層領導人員 是不得妄議中央的 結果他站出來 他妄議中央 他站出來講說中央的政策 消費力取不來 是因為你沒有讓樓民工落戶 然後中國處理這些債務 包括保銷房這些債務 你不可以置換債務 就是意思要國家跟銀行去執政債務 而是應該把這些資產給賣掉 如果中國繼續吃這些債務 恐怕會有更大的問題 連他都出來罵 代表中國的問題非常的大 聽說因為工作的關係 你跟中國也有很多的互動 你過去也常常過去那邊開會 可是你現在所了解 他們真的那麼慘嗎 他們兩大最重要的基石 房市跟車市 現在產成這個樣子 對 現在是真的非常慘 因為房市還有車市 重點是房市 是他們各省他們公務員 他們的薪資發放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來源 結果現在房市不行了 他們很多公務員薪水發不出來 然後外資又撤走了 你說地方政府靠的是賣土地 做房地產來賺錢 而賺這個錢 我就來付給地方的公務員 如果房地產不好 公務員就沒有錢可以領了 現在他們公務員非常慘 那你知道因為最近來講 有好幾個朋友 剛從中國大陸回來 他們都在跟我們講說 他們房市測試真的是不行了 那特別是奢侈品不行 你看到最近 比如說不管是五一的這個長假 或是最近的一些相關的這個 你在看什麼資博燒烤 會那麼火紅 其實簡單一句話 就是這種小確幸才是他們 他們現在目前的一個生活模式 那小確幸是什麼意思 你一直燒烤才多少錢而已 他們只會消費這個東西 那那種奢侈品 聽說到你賣場去的時候 你一講話就有回音出現了 為什麼 沒有客人嘛 你比如說賣珠寶的賣化妝品 賣什麼奢侈品的 完全是沒有任何客人 所以現在他們的狀況 非常慘的原因是因為 你像這種電動車來講 新人員車來講的話 對他們一般小老百姓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奢侈的東西 那你如果說 我今天去個景點 去個什麼消費來講 買一支燒烤 這對他們來講是OK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而且現在很奇怪一件事情 中國大陸似乎好像很多 在管制他自己的人民 不准出國 因為最近我到澳洲去的時候 你看到 管制不能出國 對在雪梨上以前照道理講 都很多中國觀光客才對 現在基本上都來自東南亞 或是來自泰國越南的 你像澳洲沒看到中國人 當然也有一些中國人 但是比較比喻上 已經變比較少了 那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那麼少人出國 而且聽說他們 為什麼很多人去申請這個 要到海外到日本去 到歐美去觀光旅遊的時候 那個簽證 不是簽證 是在護照自己本身來 下不來 下不來 所以一直沒辦法出境 沒辦法出境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呢 中國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擴大內需 把他內部的內需一直拉上來 因為他現在一直 內需團一直拉不上來 要花錢在國內花 對 要花錢在國內花 你不要到國外去花 但是問題是在國內花 大家怕到了嘛 因為這經歷了這個 疫情的風控之後 大家花費比較保守了 那這個保守的情況之下 就變成說 他只花小券性的東西 就不花那個大錢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我看的 也不可思議是 在河北保定 河北保定以前是河北的省府 省省省省府所在 可是他說現在 河北保定的公交車 全部停了 河北保定已經窮到 連公車都發不出去了 就剛剛提到的 他們公務員的薪水 來自於這個房地產的 不斷的炒作之後 或者是投資開發等等之類的 那因為你畫地開發之後 有建商過來 他們自動會進行這個交易之後 那他們政府就有這個相關的資金了 那中央不會替政府去 地方政府去籌這個資金 所以你看地方的這些相關的 社會福利政策也好 公交車也好 交通交通運輸也好 或是說剛剛提到公務員的薪水也好 全部都已經卡住了 卡住的原因是因為 而且你看到各個地方都負債累累嘛 負債累累 中央也不替他幫忙還 但是中央又有政策 你要去執行 之前我們提到那個風控 你要做核酸檢測 要核酸檢測要地方自己花錢 中央也不補助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他就是惡性循環 不到惡性循環的循環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陷入一個 非常困難的 在那個經濟上的局面了 惠誠 7月4號現在 美國出現了一個新的傳統 大胃王比賽 就是吃熱狗比賽 結果呢 大胃王現在很多地方非常流行 有個地方開始進出 中國 中國現在要求 在四川啦 在福建啦 在廣東的很多地方 你不准再有大胃王了 不可以吃大胃王 理由什麼 你不可以浪費食物 這麼嚴重嗎 你吃個多吃兩口飯 會有影響食物嗎 結果美國 日本前農林水展大臣 玉澤德伊朗 他居然這樣 他是個台灣專家 他是兩岸專家 他居然這麼講 你要注意 現在中國 如果大胃王不能吃 就代表什麼 你缺糧了 他會怎麼缺糧 搞了半天 烏克朗打仗 中國的糧食進口 一年少了800萬噸 對 所以他們現在在講 事實上呢 光是從禁止大胃王比賽 就可以看出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中國的糧食可能以前有800萬噸 是依賴烏克蘭那邊進口的 現在這800萬噸 沒有辦法進口了 所以他就說這個 難怪習近平這兩年這麼緊張 為什麼以前是退坑還零 現在是退坑還根 把非常美麗的花園 全部拿去種菜 有這麼嚴重嗎 搞了半天 你最大的糧倉 中國最大的糧倉 居然在烏克蘭 當烏克蘭打仗的時候 中國最大的糧倉沒了 對 所以他就心裡想 然後他還有換算 他就說我們每一年中國從國外進口的糧食 大概3000萬公噸 3000萬公噸裡面從烏克蘭最主要進口國 就進來了800萬公噸 我們中國人以前很浪費 浪費多少 大概浪費了3300萬公噸的糧食 所以要換句話說 如果烏克蘭這邊的進口減少了 那你不能浪費啊 如果你像以前那樣浪費的話 就會產生中國缺糧的問題 所以這個一般來講 所以惡物戰爭讓中國有缺糧危機 對 然後呢 因為這個人非常特別 你剛剛提到的 他除了是當過兩屆的農林水財 就有點像我們農委會主委之外 他也還當過國防部長 我們日本的 所以呢 他非常懂得糧食跟國家安全的觀點性 他說 他說其實不要小看中國去禁止這個大衛王的事情 因為他有可能為了出兵臺灣而進行相關的準備 這跟出兵臺灣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說其實一個國家要攻打另外一個國家 幾件事情不可以少 第一個 其實當然是軍備嘛 就人力這個部分 第二個 就是糧食啊 如果這個國家要進行攻擊另外一個國家的話 糧食不可有短缺的問題 所以他從中國禁止大衛王比賽 然後延伸到說 中國禁止中國人浪費糧食 進一步延伸到說 這代表中國可能在為可能的攻台軍事情動 進行相關的準備 因為他特別強調沒有糧食 軍隊就沒有戰鬥力了 對 所以他就說 總部長打仗打一打說 不好意思 我們缺糧 我們先不打 不可能嘛 所以他光從這件事情 他就講到說 千萬不要低估中國禁止大衛王比賽 對啊 這個是108顆的這個混沌 這108顆的潮手 總是看誰能夠吃完 比賽不能進行了 福建有一個餐廳比賽什麼 你給我吃漢堡 也不能進行了 而且你知道他福建的大衛王漢堡 他是吃30分鐘要吃完三斤的肉 那三斤的肉我覺得其實很多 就沒有想到他今天想說這個也被罰 而且他們被罰什麼 他們就有一個反食物的一個浪費法 反糧食浪費法 罰款一萬人民幣也還不是很便宜 中國還有反食品浪費法 對 而且是立法的 所以他們光從這整件事情就看出來 他們認為中國有幾個狀況 第一個可能真的有缺糧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是中國有可能在為武力攻台 或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 進行相關的一個準備 好 難怪你看到習近平最近的演說 充滿了憂慮 充滿說我們已經失去了當年的精神 我想你幹嘛那麼緊張 第一個 搞了半天 你有缺量的壓力嗎 第二個就這樣 布隆伯爾做了一個新聞就說 中國開發商有一個18億美元的不良制裁 居然流標了 不是你想說一個中國的競標流標什麼了不起 為什麼布隆伯爾要特別介紹 搞了半天這個在深圳 而且這個地是大家以前搶著藥 搶著要幹嘛 這本來要做一個全世界第一高樓的地方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他已經腰斬了 用腰斬的價格要去賣 居然還賣不掉 而且這個布隆伯爾這個報導裡面來說 為什麼他會特別講這件事呢 而且他是因為這個開發商已經陷入財務危機 他這一次是不良資產就進入法拍 結果法拍之後沒人要拍 那為什麼要報這件事 因為他位置在大灣區裡面 大灣區 租港到大灣區是誰 那不是習近平要全力推的嗎 也就是因為習近平要推動的時候 所以這個中國的世貿集團 就說金上居然這樣說 那我就來這個地方開一個重大的開發案 保健這個開發案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個深圳這附近 那這個叫做深港國際中心 這國際中心 他是個大規模 你看他有個超高樓 這超高樓蓋完之後 未來會是中國第一大高樓 然後包括說還有什麼青年創業中心 還有深港國際展演中心 還有國際學校 超五星級的飯店 智能辦公室 超大的mall 還有人才公寓等等 哇 你看洋洋灑灑這樣子 這麼大的一個開發區 他說未來開發完成 就是大灣區裡面的龍頭 就是他開發的想像圖 對 就是他的旗艦 那你知道世貿一開始也吹了非常多 他說我們這個土地拿下來的話 是100 這個月末是240億的土地 我們都買囉 那未來我們要投資500億人民幣 所以這個整個投資案規模可能要高達700到800億人民幣 你隨便乘以5來說的話 是3000多億台幣的開發案 哇 這個習近平如果看到開發完成 那不是非常開心嗎 結果沒想到開發到一半 哇 沒辦法做下去了 你看 做沒多久 因為中國整個景氣不好的時候 你看 沒多久之後就出現這樣子 沒錢施工 就做不下去了 等一下 上面寫沒錢施工 就沒辦法施工 沒辦法做了 結果很多廠商就開始說 那你世貿要給錢啊 不能說我們來這邊做了之後沒有給錢啊 但問題是世貿目前為止他也沒有錢 為什麼 因為這個工程是2018年3月26號開工 那原本是在2021年完成 那2024年這個投入使用 問題是也沒有完工 那你說他明年投入使用不可能 所以現在完全世貿他也擺爛說 好 那既然這個我做不下去 那我跟這個上面要求說有這個補助金的 也沒有辦法 那就讓整個價格 整個這個區呢 進入這個法拍算了 就銀行就把他拿出來法拍 我就講 因為他當初土地拿到 他也240億喔 那他有開發很多東西喔 結果這次的底標是130億 腰斬了 腰斬 但是問題是 你腰斬 但是問題是 最慘是沒有人要來開發 沒有人要來接 這樣還是沒有人 對 所以就變成是說 可是這是習近平的大彎區欸 沒辦法 現在大彎區還沒辦法 我公司都要倒閉了 還大彎區 我自己都沒辦法活下去了 那你知道 事實上這個案子 真的是催到完全不行 你知道 當初世貿就說 你看 他們世貿還辦了一個 特別的發表會說 獻給改變世界的人 那裡面有 他們真的非常多 你看他的這個公寓 他會做成這個樣子 欸 這公寓 你看他的公寓是做成這樣 欸 這很漂亮 他有特殊設計的一個方式 就跟我們這個台北的這個豪宅案很像 國際的知名的廠商來弄的 哇 他做得非常讚 而且他引進什麼 我們不是有個超五星級的飯店嗎 他引進的是華爾道夫的酒店 在這個地方 大彎區這個地方 有華爾道夫的酒店 那還有我們的公寓做成這個樣子 那還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這個 30萬平方米的這個SCC Mall 你看 Mall的設計也是非常有現代感 那不只這樣 他有哈羅公學在這個地方 這是什麼 哈羅公學是英國非常知名的 這個學校嘛 對 他裡面培養出包括說什麼 拜倫 丘吉爾 還有什麼尼赫魯 一大堆都在這個地方 他引進了英國的貴族學校來這個地方 說我們還有國際學校 所以你看 他是國際規格 就國際規格之後 他就說這是未來我們中國給全世界的答案 我們的開發區就是要這樣的規格 結果做下去之後 沒錢了 搞到最後沒有錢可以做了 現在就整個擺爛的一個狀況了 所以我們就講過 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主旋律就是中美對抗 中美對抗的時候 不是在軍事上面 在經濟上面更殘忍 現在慢慢講 我已經把你尖端科技給砍了 而且我已經讓很多的外資 很多的外商 很多的產業鏈 也慢慢的移出中國 當你這些外資 外商 產業鏈移裁中國的時候 你就減少什麼 減少中國的工作機會 減少中國的消費能力 結果沒想到現在 它的消費能力 它的工作機會 真的受到影響 導播我們看這是天下雜誌特別做的 中國現在幹嘛 已經日本化了 中國現在真的會走向失落的30年嗎 而且他居然講說 現在中國已經 進入到了一個叫做 八痕經濟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連天下雜誌都說 中國日本化走向失落的30年 事實上在早年的時候 余永定 余永定是個中國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 他就說 如果從2015年開始算的話 延續七八年左右的低速的成長 然後低速成長如果沒辦法應對的話 就可能會讓中國日本化或是殭屍化 殭屍化 在幾年前就提出這樣 2015年七八年 剛好就是2022 23年左右 結果中國人還真的就出現一個不好的警訊 我覺得中國的警訊最糟糕 最糟糕的是什麼 就是CPI跟PPI 就通膨數據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美國的通膨數據 還在 如果你看美國的CPI 還在4左右 中國居然只有2點多 很低很低的數字 最慘的是中國的PPI PPI是什麼 生產者物價指數 事情掉到零以下 這什麼意思呢 表示說我生產者的物價是在萎縮 那表示什麼 生產者非常非常沒有訂單 所以那個所有的這個員工 生產者沒訂單 原物料價格都很低 可是它不是世界工廠嗎 沒辦法 這就是一個非常大壓力 這兩個數字都往下走 甚至跌破零走的時候 告訴你 當初的日本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講的 中國作為細節工廠 所以它的 因為中國的關係 原物料都是往上漲的 PPI一直都往上漲的 它現在PPI居然跌成這個樣子 對 所以這就是非常糟糕的警訊 CPI停滯還有躺平 這個就是一個日本通縮 這就是日本通縮的樣子 它現在已經進入了通縮 然後日本通縮伴隨了什麼現象 人口減少 中國也是這樣啊 人口開始紅利減少 所以我才說 它現在真的已經 步入了日本的失落30年 另外一個 安信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說什麼 現階段的中國經歷所謂的八橫經濟 為什麼 因為人民沒有信心 不敢消費 也不敢投資 所以他心裡面對未來的經濟不看好嘛 另外除了什麼 還有李道奎 李道奎也是一樣 清華大學的 他也是非常知名的經濟學家 他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最大風險 就是經濟過冷 就是太冷了 沒有 大家都完全不消費 譬如說五一常下 五一常下 之前來說話 今年的人均交費只有510塊 那在2019年的時候603塊 所以等於是變成是 2019年那時候還是有COVID-19 對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現在整個消費力量是相當相當少 甚至連什麼 連民眾 現在中國不是一直不斷地印錢嗎 就印錢說你知道 民眾拿錢來做什麼 他拿錢去把我的房貸還了 甚至把很多錢存在我的銀行裡面 我不敢消費 所以現在變成是說 中國的壓 為什麼 因為中國現在變成兩極化 青年人現在沒有失業率很高 雖然他沒有工作做 他有想要消費 但是沒有錢 但是很多錢都在老人身上 老人身上就是存錢 所以現在變成是中國為什麼沒有消費 因為他年齡結構 還有這個整個失業問題 構成他沒辦法增加消費 最重要的原因 這不跟日本一模一樣嗎 所以他現在所有的症狀 都跟日本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之前在節目上說 失落了30年 不是說假 因為他已經有綜合症狀 全部都非常非常像 那而且現在中國可怕的是 他已經用盡所有的辦法 剛剛講 我以前是靠賣土地 我來增加地方收入 或者說我今天可以抽一些規費 結果我這些土地賣不掉 規費已經收到緊繃了 幹嘛 我現在靠罰款 罰款太誇張了 我只賺幾十塊 賺不到一百塊 可是我被罰了41萬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就非常多的城管出來 就要開罰單 那有個賣光的大叔他就這樣 他就在那邊大吼大叫 為什麼 因為沒想到他 你好像要來取締我 我好不容易在這個地方 你不是要鼓吹所謂地攤經濟嗎 你看他是多生氣 他在那邊一直翻一翻一翻 他實在太氣了 我做個聲音 你都這樣子來管我 另外一個你看之前在四川也是這樣 四川因為城管毆打小販 毆打小販就沒想到 居然有上千名員工 上千名的一般的民眾 把這個城管的這個車圍住啊 為什麼 因為你們實在太過分 為什麼這麼過分你知道 你說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上個月底 真的這個太誇張 荷蘭有個菜判 因為他的蔬菜被人家說 你農藥殘留超標 結果罰他 罰他的這個款項是多少 11萬人民幣 折二信貸幣是47.3萬 然後網路上大家嘩然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增錢呢 他一天只能增21塊 結果被罰11萬 結果沒想到這個話題就衝 為什麼現在大家看到城管會生氣 就是你們搞的啊 就是你們搞的 所以他們都很生氣啊 所以這個老大爺 河南的老大爺 我一天只賺90塊台幣 結果你罰我47萬台幣 結果這顯然就是城管故意的嘛 他就要撈錢 結果這件事情呢 後來大家微博著的時候 大家全部都說這個城管實在太不像話 後來被地方法院駁回 大家才說總算落幕 不然 所以為什麼現在大家看到城管都那麼生氣 你看這位大哥為什麼會一直反應 他小女子要來開我發單 所以他事實上現在整個中國的壓力 是相當相當的沉重 可是他也不能不罰錢 他沒錢啊 沒辦法 為什麼沒錢 因為現在地方 從中央到地方都沒錢 地方我們曾經講過 地方政府有所謂自買自賣 這個非常多的這個狀況 甚至現在沒有工作 為什麼沒有工作 你看現在上海著名的這個建築設計學院說 我們停工三個月 停工三個月的時候 他就說欸 建築學院停工三個月 他停工三個月 而且他意思其實後來就是不太可能會再繼續做下去了 也就是說他可能就實質倒閉 那因為先停工 然後再說怎麼樣 好現在你知道 業內人士說什麼 現在上海的經濟一塌糊塗 就連住宅都租不出去了 好那於是呢 在中國就出現了一個故事 在正中 有一個人這個買了房子 他就繳不住貸款 他說欸 我當時的房價是118萬 那我現在我跟銀行借了90萬 那分五年償還 但是目前為止呢 欸我已經不想要這個房子了 所以呢 我還有貸款要繳 所以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就直接會把房子給你 那你只要把我的貸款繳清就好 可是保證你知道 大家現在都認為說 這個搞不好送不出去 因為他房子現在 他貸了90萬對不對 他當初的這個價格是118萬 現在整個價格 他的房子價格已經只有直到五六十萬 天啊 我還要繳90萬誰要繳啊 所以他就變成繳不出去 你本來房子只118萬 你現在只值50萬 我還有90萬的貸款 誰要 所以為什麼現在中國 為什麼我說 為什麼現在中國會壓力很大 就是因為大家都買了 高價的這個房子 可能買了200萬300萬 為什麼現在我房子只在100多萬 那我有錢我怎麼辦 我只要先把貸款還啊 要不然我貸款 萬一我繳不住貸款 我沒有地方住的時候 我會完蛋 那但是呢 就變成他們沒有消費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才說 中國因為房價太高 過去套了太多人之後 現在整體的消費 完全在一個緊縮的狀態 喂 但是現在中國面對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美國的打壓 美國打壓要什麼 你的資金外流 你的外資外流 你的外商跑掉 外商跑掉了以後 你的出口 你的市場一直在萎縮 萎縮狀況下 我剛剛講的 連他自己奔出產業 都要跑掉 連虛應現在 都要跑到美國上市 而你這些東西全部跑掉以後 你的房地產 你的就業率 就出現了天大的問題了 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泡沫的話 等一下我跟大家講 但我先跟大家說 中國大陸在全世界 有影響力的大氣 現在看起來 正在落袍中 虛應路透社出了獨家新聞 就在這個前年6月29號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他了解到的獨家訊息是 虛應已經跟美國的 證券交易委員會 提出IPO 他期間在美國要上市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太過敏感 所以虛應的這個發言人講說 沒有這回事 他就先否認一下 可是寶責哥你要知道 虛應 現在年輕人多喜歡 全世界都喜歡 新加坡 大陸 台灣 特別是美國 我不知道虛應居然這麼受歡迎 所有的快時尚 女裝 男裝 墨鏡 睫毛膏 還有手機配配藍牙耳機 你知道一年 寶責哥在美國 因為他的主力市場 原來在美國 雖然他是中國大陸的虛應 但這個快時尚的最大的銷售額 他最大市場 就在美國 他一年的營業有多少 多少 一年的營業有100億的美金 一年賣100億啊 所以他就在美國 所以美國人都要買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看起來他要洗了 為什麼 因為他雖然是中國大陸的這個快時尚 可是他最近在土耳其 而且他在墨西哥要設廠 他希望能夠降低 他對中國大陸企業這樣的形象 他去墨西哥設廠 他現在去墨西哥設廠了 所以你要知道 虛應他在美國有這麼大 英額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他是不是真的會去美國申請IPO 現在目前他的發言人算否認 但是這是路透社的報導 我相信一定有一定的根據來源 所以你剛才講說 如果這些大企業都跑了 那中國還是要什麼 基本上這些大企業會跑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一個市場在美國 第二個現在中國大陸的狀況確實不好 那每次講到中國大陸經濟的時候 當然會有中國大陸網友講說 我們現在很好啊 可是你要用數據來說服大家 那你看這個是中國大陸現在目前特別是上海 上海過去保傑哥房子只會更貴 你現在不買你以後買不起了對不對 但是現在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狀況就是 上海的房地產現在看出來的二手房的掛牌 它整整多了82% 什麼叫二手房的掛牌 表示這個房子我才剛買 我根本可能我都還沒住進去 然後或者是我才住進去一兩年以後 我現在急著把它拋售了 所以光是上海的這個二手房的掛牌 增加82%你就知道了 大家急著賣房子 對 趕快賣房子了 第二個它雖然二手牌的掛牌 它的掛牌有增加82% 可是二手房的成交量呢 就減少了 即使你丟出來沒有人要買 第三個是什麼 就是價格降低 現在所有在上海的這個所有房價 都降10%到30% 那很多欸 太多了 因為我跟你講 上海的房價是一直往上 怎麼掉這麼多 它掉了10%到30% 我舉三個例子給大家看 這非常漂亮的人 上海的寶山故村 這個叫保利燕一期 我看了以後寶傑哥 最近我在看房子 我超想買 為什麼 它的前面是你看開滿了花 這是不是櫻花 它裡面有個故村公園 前有公園 後面有大的商場 但是寶傑哥公園還在 可是商場沒有一半的店家 目前根本都沒有開 所以整個這個保利燕一期 它原本的房子在上海算是貴的 你看很漂亮 前面的孤雲 是不是 對 公園這麼漂亮 旁邊有賣場 然後又是豪柴 那當然就是價格非常的高 它光是一個大概 就是三房的房子 就是要台幣大概2300多萬 但是它現在直接跌下來 已經跌到現在1866萬 所以大概 就從2300掉到1800 對 所以你就知道 一年的期間 它就掉了台幣450萬 房價整個掉下來 2000多萬這樣掉 掉30% 還有這個 這個是上海大紅橋的 這個叫景秀天地 它就真的是一個豪宅 你要看到 它的這個價格原本是台幣大概3000多萬 那也是一樣 一年期間掉到現在變成台幣 大概是2800多萬 也是掉了500多萬 好 這是掉400多萬 這掉500多萬 保健哥 價格最高的是這個 這是上海的普陀新湖的明珠城 它這更高漲 比剛剛我所講的還要高漲 為什麼 它光是一個單位 就要台幣 我用台幣算大家聽得懂 一個單位就台幣7、8千萬 所以在上海算是高漲的房子 就在河邊 黃富江湾 對明珠城嘛 但是你要知道東方明珠明珠城 它這個房子現在目前已經掉下來 我剛剛講本來7000多萬 現在已經掉到5000多萬 所以掉了快2000萬台幣 所以就知道了 房價高檔 這房子都還很新啊 但已經開始在拋售 才有效果嘛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子表示說 這些房子很快的 大家 他買了以後呢 他急著要拋售 因為大陸現在目前的房市 大家看壞 所以整個房價都往下掉 而且二手房掛牌特別多 大家都想要趕快脫手 好 那另外一句是 他的房地產泡沫化之後 更恐怕的是 他的人力的成本 要找工作更少了 你看到我剛剛講房價 那房價跟二手房 真的都表示說房市不好 可是房市不好 就對應房市好的時候 這個叫做融創集團 他就是上海 這個大陸的一個房地產業 他以前在開會的時候 我看他們裡面的講 第一個 他重金挖人才 如果你是一個不錯的人才的話 我用10倍的資金挖你 直接給你10倍年輕 你就過來 那來了幹嘛呢 來了就每天開會 然後賣房子 你看他上面掛了這個 貨業室裡面的那個標語叫什麼 只要幹不死 就往10裡幹 早上一來 9點就開始開會 然後呢 只有東西 一個東西能出去 人呢 上廁所可以 其他都不要想要跟我出去 便當盒 吃完以後可以出去 垃圾可以出去 人都不用出去 從早上9點開會 看到半夜2點 第二天早上9點再來 所以呢 只要幹不死 就往10裡幹 因為他們年薪也高啊 他可以一年賺到大概 一千萬人民幣啊 那麼多啊 因為他們不斷賣房子 去抽那個房子的抽成 但是問題這是 房市容景的時候 現在已經不行了 不行到什麼狀況呢 不只是房市不行 連很多其他的行業 都受到影響 像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他叫魏鵬 他原本是一個總經理 一年薪水大概也是 台幣大概三四百萬左右 可是因為經濟不好 他的那個公司倒了 原本他有100個員工 你知道他幹嘛嗎 他想要去做 肯德基的電源 但是我覺得我跟你講 最慘的是什麼 他連肯德基的隊員的錄取 他都失敗了 因為肯德基的 他跟他講說 哇你以前是幹總經理的 一年的薪水也有三四百萬 現在已經45歲了 對不起 我們希望我們肯德基 我們素食店 門口站店的這個年輕的人 才是我們要的 你已經45歲了 他連肯德基的工作都找不到 這是現在目前中國大陸 因為房市 我以前看到勞動 我一年薪水三四百萬 是 像我什麼都找不到 對 所以呢像這樣的人很多 因為原本工作還不錯的 你現在找不到薪水 找不到工作了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年紀大了 很多工作要找的是 年輕的小夥子 18歲 20歲 然後再來 你已經工作了20年 現在已經大概三四十歲 特別是35歲 這個魔咒 在中國大陸現在出現 很多的一個尷尬起了 年輕的時候拼工作 所以呢 他根本還沒結婚 也沒有生小孩 可是中年失業了怎麼辦呢 失業了以後 又沒有孩子 而且還失去了工作機會 找不到新的工作 讓這個族群 35歲到50歲 這15年的 中國大陸現在目前失業的人 感到非常痛苦 這一期的經濟學人 讓我們看這個封面 他居然一條龍到上面 居然就平了 說是Pick China 也就是你到了頂峰 用中國易經的俗語士 他之前前幾年幹嘛 他是見龍在天 然後飛龍在天 當你飛龍在天的時候 你如果不能天行見君子自强不喜的話 你會進入了一個 抗龍猶毀的狀態 抗龍猶毀就很慘了 抗龍猶毀 你可能就開始會急速的下墜 所以這時候 美國之音就提到說 現在中國的經濟很奇怪 你再多的錢砸進去 你既然聽不到任何的響聲 而現在有一個數據 就可以證明 中國丟再多的錢 你也聽不到響聲 就是中國離岸人民幣 我們知道中國其實一想 維持它人民幣的穩定 可是沒有想到 人民幣還持續在貶值當中 在貶值當中 其實中國它是有做匯率控制的 它已經丟了幾兆的人民幣 要維持它的人民幣的匯率 可是沒有用 你不管丟再多的錢進去 你的錢依然不能擋住人民幣的頹市 你不但不能擋住人民幣的頹市 你還出現了5個20% 就是你的青年失業率到了20% 你現在的土地開發 也就是你的增長20% 你現在的地震的收入少了20% 還有你的整個工業的利潤少了20% 消費的信息也少了20% 你等於是進行一個全面崩潰的狀態 這樣子全面崩潰的狀態 大家有沒有看 再回到經濟學人的這一張圖 這一條龍還能夠維持平行嗎 它如果不能維持平行 它會上升 還是會下墜呢 好 在這一段裡面財經農金專家林玉宏 也加入我們的討論 玉宏你好 大家好 好 剛剛講的是 經濟學人這是一個可怕的兇兆嗎 沒錯 上次經濟學人這一集的封面 裡面用Pick China問號對不對 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到出來 這隻龍原本是要往上飛 他在這個地方突然有一個轉折 然後平行這樣一個狀況 他的意思是 中國經濟難道已經見頂了嗎 他還沒有說會下滑 但是我們可以說很多蛛絲馬跡都告訴你 剛才寶傑講的5個20%下滑20% 這是什麼 從中央地方財政一直到民間消費 甚至到房地產 全部都下滑 全面下跌 現在中國經濟是全部往下跌的狀況 但是你還看不到下跌 為什麼 因為去年很慘嘛 去年因為它是在這個封城的狀況 所以今年隨便都可以贏去年 所以你看 今年李強說什麼 今年有希望實現5%左右的經濟成長率 雖然大家說5%誇張 但是可能1 2%是有的 但是我跟大家保證 明年它可能會面臨到前所未見的經濟挑戰 有這麼嚴重嗎 當然一定這樣 5個20%這不是現在 如果一直沒有辦法改善的話 到明年你可以試想是多麼誇張的數字 而且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VOA講的非常有意思 中國經濟很奇怪 砸再多的錢也聽不到想 真的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陷入到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去救經濟 最近不是人民幣在極扁嗎 他砸了很多錢去救人民幣 可是問題是你救了有什麼用嗎 好像對中國經濟 也沒有什麼樣一個注意的狀況 所以說 中國已經丟了上兆的人民幣 想要維持人民幣的匯率 維持不住 對 我們知道事實上人民幣有兩種匯率 一個是在中國內部 在中國人民幣的匯率 一個是離岸人民幣的匯率 離岸人民幣在海外交易 那海外交易來說的話 外資當然就是用海外人民幣在跟你放空 我要流出都用這樣流出 外資放空 所以事實上這是離岸人民幣的狀況 往上走 往上走表示什麼 他在貶值 所以現在從去年到先為止 人民幣是一個往上走的狀況 貶值非常厲害 從大概6.8 現在已經來到7.2 就貶得太誇張之後 人民幣 因為為什麼中國要把它直貶 因為你這樣人民幣一直貶值 這樣股匯雙跌 這什麼意思 表示大家認為中國經濟很差嘛 所以中國沒辦法 他就只好出手去買這個 拋出美元去買人民幣在海外喔 等於是他又把他的這個外匯的資源 把他消耗掉 那消耗掉 他大概這幾天的交易裡面 因為一天人民幣的交易 大概是兩千多億美金左右 所以他至少 應該要砸了上兆台幣 在維持他的整個 往下跌的狀況 他要去撐他的盤喔 那你不是講 那不就引正止渴嗎 現在美金是多麼重要 我居然拋售美金 我要去維持人民幣 結果我的美金越來越少 可是如果說我的美金越來越少 未來我的金出口怎麼辦呢 對啊 所以他等於是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原本大家為什麼他不出手去匯 因為他也需要部分的人民幣的 部分美金的外匯 可是他一旦出手去匯 互這個匯率的時候 就把美金存體把它用掉 所以現在等於是 大家都說 全世界現在等於是 我跟他講 現在等於是 有一點像是1997年那時候的翻版 那時候不是很多金融大二 他們在香港狙擊港幣嗎 對 現在他們是一樣 他們是在海外 他們在狙擊什麼 他們在狙擊 離岸人民幣 他們就賭著離岸人民幣 或一直扁 中國到底有沒有辦法 拿錢出來護 可是問題顯見到目前為止來說 全世界都看衰你中國的時候 你中國有沒有足夠的資源 能夠互助人民幣 這大家都不知道 甚至摩根大同還說了 他說 人民幣銀行搞不好 接下來會出動給到 所謂的熔斷機制 就是扁過頭的時候 就不一樣 不能夠交易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大家都看到人民幣一直扁值 對中國的經濟是真的 沒有信心的一個狀況 所以 路透社就講了 現在中國的國有銀行 在離岸人民幣上面 拋售美金買入人民幣 這是現在最強烈的跡象 代表北京當局 對人民幣加速貶值 感到很不安 對 當然很不安 為什麼 因為我就講 貶值那個貨幣來說 會讓這個資金 外逃的速度會更快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假設今天寶傑 你在中國 你一個工廠要賣掉 賣出去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人民幣一直貶值 那怎麼辦 趕快跑 反而資金會流動得更快 所以他一定要止住 如果沒有止住的話 這些在中國金面 這個資金會外跑得更加嚴重 所以這個資金外逃 匯率已經讓實體經濟 股市狂跌了 對 為什麼 我為什麼說這個 讓原本 大家都不是說 人民幣貶值不是很好嗎 讓中國的出口可以好 我們台灣不是也用 台幣貶值出口就好嗎 可問題是 現在中國面對要什麼 我貶值的時候 出口不好 為什麼不好 因為沒有訂單啊 你沒有訂單 你出口會好嗎 不會好 所以現在只是貶值 只有帶來負面效應 沒有正面的效應 以前台灣貶值是我要去促進出口 對 可沒想到現在中國人民幣貶值 出口也沒有成兆 沒有好處 因為沒有訂單 所以事實上現在就變成兩個 反而會承受到人民幣貶值的壞處 沒有好處 那為什麼這樣 你可以看到 這個因為出口很慘的關係 你看這是東莞的商店街 是整條 過去都是人山人海 就整條就倒閉了 另外一個龍華廠 龍華廠過去一段時間也是非常多 但是問題是現在龍華廠很多工人 現在也被這個遣散回去了 那雖然說他們目前 會只在鄭州廠有這個增加員工 但是龍華廠並沒有 所以現在他周邊的賣場 也是人口非常少的一個狀況 也是因為你接不到訂單嘛 我們剛才不是講一個數字嗎 叫做工業利潤值下滑20% 工業利潤值是誰 就是富士康嘛 就是這些商店嘛 他們減了20%嘛 所以減了20%之後 當然周邊會非常的糟糕 那因為你周邊的這個 你的工廠減20%之後 所以為什麼消費信心會減20% 因為沒有錢可以賺錢啊 那好 這就變成一個輪迴 然後你在這個 因為成功沒有錢的時候 失業率也會20% 所以這就變成是一個 連緩的一個狀況 然後房地產賣不掉 房地產也少20% 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局面 這個數字只會越來越糟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循環改善 它會越來越糟的一個 向下的循環 所以說中國現在進行了一個 非常可怕的惡性循環 對 我們剛才不是講嗎 地方政府說我要賣土地也少了20% 另外一個賣房的這個 整個狀況來說也減少20% 好 那這個到底有多嚴重 你看我們講 中國的這個警記火車頭 最重要當然是房地產嘛 河南有一家公司叫做建業地產 建業地產來說 它看著股價 它的股價它在香港掛牌 最高的時候曾經有來到這個5塊6塊 就它現在已經跌到0.15 幾乎是整個公司快要不見了 一個狀況 原本最高的市值還有好幾百億 結果現在只剩下3.89億港幣 從百億到3.89 人家就說你的土地搞不好都不只這個 都不只這個價錢 但是真的就是跌到這樣 表示什麼 表示人家大家對它的前景看法有多悲觀啊 你說有些公司感覺上 我沒有實體東西 我沒有資產 你可能感覺不到說它的泡沫感覺 這個建業地產 它是有土地的 是啊 你有土地 你居然還只剩下3.81代表 你的土地都不值錢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借了太多錢 要來蓋房子 結果現在房子賣不掉 那房子賣不掉那你怎麼辦 你看它的銷售額今年的前3月到5月 分別以去年奏減60 61.5還有20.8 也就是說它下跌的幅度太快之後 它房子太多 房太多它要繳利息 繳利息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它完蛋了 好啦你看 它不是一般的房地產 它是河南龍頭 所以你看它蓋的房子 其實蓋的房子還滿不錯的 這是它蓋的房子 對它蓋的房子還滿不錯的 結果蓋的房子很不錯 因為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 它最近居然推出一個叫做 小麥換房 什麼叫小麥換房 你要只能給我小麥 我給你換一張換房 那我用這個一斤兩塊錢 這樣來折底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可以用大蒜來換房喔 那我們用一公斤五塊錢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為止來說 它只能夠太空太香 有些人可能是 像農民他可能覺得說 那我那麼多小麥 我賣不出去 那我就去拿去 當這個頭期款這樣 可不可以 所以事實上現在 目前為止來說 等於是他想辦法 把他的房地產 很粗青的一個情形啊 而且現在可 最近可怕 都不看 這台天津 你看這畫面是把我嚇死的 他們現在什麼 他們現在的墓地很貴 對 墓地也照理講說 你照理講的是一下 羊宅比鷹宅貴嘛 對 結果現在中國出現了一個 鷹宅比鷹宅還貴 結果現在的羊宅變鷹宅了 對 那事實上 如果未來你去住中國的話 你要小心喔 你住的房子 搞不好你現在是人住在裡面 旁邊是 搞不好是鷹宅在旁邊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覺得這其實 一直非常有意思的這個狀況 因為中國最近房地產一直跌嘛 我們昨天不是講到 鶴幣一個房子才1000塊人民幣 那你知道1000塊人民幣很便宜對不對 但問題是你的鷹宅很貴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鷹宅供給量少 那大家都要放這個骨灰坦在裡面 所以變成什麼 中國的鷹宅的房價 比這個羊宅的房價還要更貴 所以在部分地區出現什麼狀況 那我就去買羊宅來好了 把羊宅買來之後 把它整裝弄成鷹宅 我就這樣子一個狀況 所以他身上很多詭異的狀況就出現 你看 所以我買到這裡 我旁邊是骨灰坦 你看旁邊 你看都說什麼宗室 什麼正式宗室 什麼宗室 什麼宗室 一大堆 你看丁式宗室 就這樣 他就真的就把他們的家 家族的這個骨灰坦 都放到這裡面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中國的骨灰坦很貴 而且中國的這個鷹宅很貴 而且他們使用 因為中國沒有所謂土地使用券 它只有地上權 它鷹宅20年 可是羊宅還可以用70年 所以那我就說 那我乾脆去買羊宅 然後把它放成是這個鷹宅 這樣就好了嘛 所以現在都是變成是這樣子 完全都是 你看 因為你看他們的這個鷹宅 真的是相當相當貴 你看 這也太可怕了吧 這是深圳市的目的 平均這個14.9萬 欸 很貴嘛 所以那是為什麼他們會變成是這樣 所以中國搞不好現在 人家就說 欸 現在剛好 中國老年人口很多嘛 過幾年搞不好過世 鷹宅久越越高 搞不好會這樣 所以搞不好 還會變成反而會 撐起羊宅的價格也不一定啊 而且他們現在能賣的 都會想要賣了 對 沒錯 這幾天中我網民在這個 熱議的一個畫面就是 樂山大佛 樂山大佛來說的話 他準備把他未來的旅遊價值的 未來的30年 全部把它賣出去 那賣到這個約翁宅 這17億人民幣左右 好啦 不是只有這樣 因為他們還有所謂的自買自賣 就是我把這個土地呢 自己賣給左手右手 然後來虛張聲勢的一個狀況 好啦 除了虛張聲勢的狀況 中國現在要編這個所謂 中國人民的這個 整個GDP的這個前20名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他居然把台灣的這個 台灣 台北 台北啦 新竹啦 桃園 台中啦 然後新北市還有嘉義市 把它排進去 這是前20強的人均GDP 這樣一個狀況 你看 把它排進去啊 這樣一個狀況啊 雖然還有不知道 基隆啦 無錫這樣的 把它排進去 高雄 看起來的話 高雄 基隆高雄 看起來的話 好像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整個狀況 人家就說你這個是幹什麼 那除了這個之後還有什麼 胡論排行榜 也是把台灣的很多企業都拉進去嘛 因為中國太難看了 對 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好看 所以他身上現在中國呢 無所不用其 就是想辦法 把數字做得好看一點 反正左手慢右手 這種虛假事 他們也是幹過啊 董事長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號嘛 連經濟學員講的 現在中國的成長到頂了 然後開始平行了 平行了以後你就說 進入到了抗農有毀的階段了 我覺得這個非常危險啊 因為經濟學員本來就是比較看壞中國經濟啦 那現在用這種讓中國經濟見頂啊 這個Pick China來作為標題的話 表示它有所本嘛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來講的話 它真的基本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因為中國原來是什麼 中國在全世界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火車頭是嗎 世界工廠 對 世界工廠 對不對 它是世界工廠 讓全世界的通膨可以降低 讓他的財富可以累積對不對 但是經過這前幾年的 新冠肺炎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加上的 習近平個人的折騰嘛 習近平把優秀的一些的 財經官員通通換掉 然後用了一個李強 李強現在出來到處講 李強的最高之一就是上海書記嘛 他就是一個浙江的一個地方官嘛 所以這個現在中國經濟之所以 可以成長 其中最重要的條件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最近30年來 有吸引了非常多的國外的經驗 然後一流的學者專家 他所謂的一些海歸派 幫這個整個的奠定了中國的經濟基礎 當然那個時候主要主題叫什麼東西 就是GDP經濟嘛 GDP經濟加上它的整個世界工廠 一口氣沖了40年 對 沖了40年之後呢 就是創造了非常多的不同的 這個內部的矛盾跟權力的鬥爭 跟階級等等等等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落到了習近平手上 反而現在他是背道而斥嘛 背道而斥的情況之下他怎麼樣呢 當時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鄧小平講過 鄧小平說啊 我看著全世界啊 有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美國 只要跟美國交朋友的這些國家 就會有錢 都會富起來嘛 就說中國要跟美國交朋友啊 到了40年 富起來了吧 2017 從2017年川普到北京開始 對 整個中國的真相 整個中國要跟美國爭霸的事實 被整個浮上檯面 對 一路下滑到今天 就開始中美對抗了 中美對抗的這個格局 20年不會變嘛 20年不會變的對抗的格局情況之下 本來如果還有一些機會 如果說是今天普丁在俄烏戰爭上勝利 然後歐洲被責服的情況之下 他還可以有一個所謂的 在地緣政治上來講的話 在世界格局上來講的話 就多一個俄羅斯在挺他嘛 他們有一個他們自己的一片天 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這個情況 這個天垮掉了嘛 俄羅斯掛掉了嘛 俄羅斯掛掉了 他要獨木藍村 他要一個中國 對抗全世界 對抗全世界嘛 所以他這個格局的情況之下 他只不過可以看到未來 我們光從這個霸權跟這個大國 博弈跟地緣政治來看的話 就把中國處在在安全因素上 處在一個非常不利的情況 就跟台灣一樣 一天到晚就有什麼台海危機 那我們投資一定不好嘛 所以同樣這個道理 當然他的安全性產生危機的話 他的經濟必然受損嘛 因為經濟本來已經很難恢復了 再加上又得罪了老美 得罪了全世界的除掉國家 再加上很多制裁的結果 這個經濟不可能搞起來 好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 他整個的今年的GDP的經濟裡面 GDP總是25%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房地產啦 房地產佔25 那為什麼今天車整... 為什麼匯率救不起來 他投了一大堆錢去救房地產嘛 沒有 結果房地產為什麼開工率偏低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拿了錢都要去救 舊的爛尾樓了嘛 他去保交房 把前面的爛案子去收尾啊 來不及 補以前的洞 對 補洞都來不及 我怎麼可能還要新... 還要什麼新... 還要什麼去買土地新開工 根本裡面開工率一定偏低嘛 所以這個25%的GDP 就會變成... 呈現一個浮誇的數字 假的嘛 那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一個25%就已經變成被考驗了 對啊 其他還玩什麼東西啊 沒得玩了 對 沒得玩了嘛 所以要整個情況 在結構上來講的話 已經面臨到很大的考驗 這個5% 我認為你想講的5% 也是屬於比較吹牛碰轟的階段 對 我覺得今年它保五都非常的困難 而且剛剛講 它已經進入到惡性循環 我現在想辦法人民幣 現在是不可抑止的一支貶值 一支貶值照一下你的出口會暢 可是你現在講 中國的出口是往下滑當中 中國的出口在下滑 代表你的錢在跑了 你的工作機會跑了 所以你的青年 失業率高達20% 然後你的搭酒跑了以後 你的工業利潤少了20% 工業利潤少20%後 房地產開工率少了20% 然後地方政府的地震收入少了20% 再加上 我所有的消費預期都少20% 是全面崩潰 它本來在內銷部分的市場就被世界上的經濟學家已經高估了 因為主要的榮景是來自於所謂的出口 而且製造業所產生的利潤 它的服務業跟它內需來講的話 本來就是一個不穩定的市場 因為李克強去年講過一句話 它將近有6億人口的平均的收入是在1000塊人民幣之上 這怎麼變成內需市場呢 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的數字 因為這真正的靠的是什麼東西 靠的是外資的投資跟出口的利益 就都沒了 這兩個全部被美國全面性的封殺嘛 所以它現在如果今天它的政治態度不改變 如果還繼續要搞美中對抗的情況之下的話 這個中國的經濟必然垮台 但這個垮台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影響習近平政權 完全不會嘛 習近平還是繼續割韭菜 因為你要知道 這跟股票 這跟我們的經營公司一樣 經營公司 我們上市公司兩個經營方式 一個是經營你賺錢 股票拉高 一個是把公司搞掛 破產也可以啊 真的假的 對啊 我就碰到一個公司就這樣子 他幫你搞破產了 就抬開就給你搞破產 他也可以生存啊 這也是一種獲利模式 他有兩個做空 一個是做多 習近平現在在幹什麼 做空 在做空嘛 所以這個沒搞頭 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 中國現在的經濟 到底面對什麼樣的一個代言 我們能講到了美國之間講 中國現在的經濟可怕在於說 不管你丟多少錢進去 你竟然都聽不到響聲 甚至有人講說 他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一個 流動性的黑洞裡面 丟再多錢去 再多資源 都被黑洞吸得一乾二淨 而更可怕的是 華爾街日報就談不到 在這樣的一個景氣低迷 在一個所有的 抑震乏力的狀況下 怎麼辦 我為了要刺激經濟 我為了要刺激我的業績 我怎麼辦 我只能砍架 我可能在中國自相殘殺 華爾街日報就特別提到 本來被認為它是特斯拉對手的 未來被認為是中國電動車的希望 就沒有想到 現在在價格戰上面 它居然遭遇了一個逆境 所以師匆 你說 現在對中國來講 最可怕的問題 竟然是內卷 竟然是跳樓大拍賣 竟然是所有各行各業 都進入非常慘烈的價格戰 對 我們曾經講過 中國經濟好像是陷入了 流動性的黑洞 但是我跟大家講 不是叫做流動性的黑洞 它本身就是變成是個黑洞 你現在投入什麼資源 投入什麼好像沒有回報的感覺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 車企 這些車企大老闆 大家都花了那麼多精神 然後弄了那麼大的產線 我跟他講 現在中國的車市 尤其是電動車 賣一台賠一台 我還不如不要賣 還比較好 那不是只有這樣 房地產也是一樣 房地產蓋了賣戶了 我沒辦法 我賠錢我還是要賣 房地產也賠錢 也是賠錢 人員也是一樣 你知道現在中國有什麼 大家沒工作 好 我去開網約車 也就是我們說的這個Uber 類似Uber這樣 寶傑 有人開了18個小時 才賺幾百塊人民幣 而且你看你看他這個Uber 這Uber你看 他弄了多少平台 這太誇張了 因為為什麼 他沒有弄那麼多平台 他接不到單 而且你看他每天都在街上 跑來跑去 他只有這麼樣子 才能夠搶到單 照一下我們車上放一個手機 就已經有單子了 沒錯 你要放好幾隻手機 因為他都沒有單 好不容易 這個平台有單 趕快按一下 不然還要跟人家搶 所以你看他弄了這麼多 現在這不是只有他 是很多人都這個樣子 所以這不是單一現象 不是單一現象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現在怎樣 中國你現在也不能 像我們在台灣 我們可以講他內捲啊 中國經濟不好 不好意思 你在中國不能夠講 因為你講這個話的 吳小波 現在已經不能夠講話了 所以他事實上 現在中國的經濟 面臨到的問題 絕對比我們想像中 都還要更加嚴重 好 所以我們小時候 在學經濟的時候覺得 通膨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怪獸 可是沒有想到 通膨之外 通縮更是會要你的命 通縮無藥醫啊 通縮你只能這樣 經過30年的調養 類似日本這樣 才能夠調養 如果通膨你還可以升級 你兩年就可以回來 說實際上 中國現在陷入一個更加麻煩 就是通縮 通縮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 所有的產品都在疊價 特別是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兩個東西最重要 一個是房地產 另外一個是汽車 不好意思 現在中國兩個都跌得很慘 所以中國真的準備要步入 日本式的這個 經濟的這個大蕭條 所以說中國現在 他的房地產 他的車子 都陷入了一個可怕的價格戰 對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最近有一個人 這個北京市的市民 他說我要買房子 北京房地很貴嘛 他去這個河南的小城市 何必買房子 他買了十幾套 十幾套保險 你知道他花多少錢嗎 他花了3.1萬人民幣 折合信貸幣95萬 他說曾經 這房子是這樣的房子 他說有一套 他只有花1000塊人民幣 所以他現在怎樣 那不就5000塊台幣 他說他出去好像 這些工藝價格非常便宜 就像白菜一樣 這現在中國在二三線城市 出現非常多這樣子 賣房子跟白菜價格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就類似像 這是在河南的 這個所謂的小城 鶴壁鶴壁鶴壁裡面 買十幾套 只花95萬 對沒錯花很便宜嘛 對你就知道好 那因為房價一直不斷的跌 一直不斷的跌 好啦不是只有這樣 這在這個 這個無錫這個地方 欸無錫算是還不錯的城市喔 他說在整個二二四 這個今年的5月14號的時候 欸說你只要自備款一成 15萬就可以買房子了 結果沒想到過沒多久之後 這個消費者再去看 欸怎麼變成5萬塊 也就是說因為房地產疊價 所以沒辦法 我們現在這個頭期款 你也可以變得比較低了 欸幾個月從15萬的頭期款 降到5萬的這個頭期款 是這一棟嗎 對啊類似這樣的房子 還不錯的房子喔 另外還有什麼 這個西安一個金色彎 它其實是誰 它其實算是碧桂園的 它就說這樣 很簡單啦 你買了我們這個在西安的房子 我們送你一個在碧桂園 我們在三亞的房子給你 那不是送一個三亞 你買西安買一送一 對我送你這個類似這樣 就是這樣喔 三亞你可以看到海邊的房子喔 我在西安送我三亞 對而且你知道 你到這個地方來送 我們還可以你到機場 我們還可以免費接送你 到這個房子去 雖然用這樣子買一套送一套 還不是只有這樣 碧桂園還送出什麼 還送什麼B&W啦 然後還有說你買房地產的話 10年地鐵自由搭乘 欸很多房子 都在跟你要求要買房子 但是無奈房地產 還是自己在疊價 這個就是一個 止不住嗎 這就是一個止不住 一個經濟下滑 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衰退訊號 所以說中房地產還在跌 現在根本無力可以撐起來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我就講電動車 電動車的華爾街日報報導 他說電動車的價格 殺價相當慘烈 特斯拉殺手未來遭遇逆 好那為什麼 他叫特斯拉殺手呢 那未來汽車其實是中國 這個伊隆馬斯科他說 他在中國最怕的是誰 最怕的就是未來汽車 未來汽車的老闆叫李斌啊 那李斌為什麼他很害怕呢 因為李斌走了跟特斯拉一模一樣 他的技術都自己研發 特斯拉你走什麼技術 我就跟你研發 所以他其實是中國 自有技術裡面 應該是數一數二的喔 是有技術的 有技術的 結果沒想到 因為他前一生才推出一個 所謂的自駕車 就自駕車的這個 人家說用過他自駕車的感覺 比特斯拉還要更好 但是他現在 搞不好他撐不到那一天 撐不住 撐不住打敗特斯拉的時間 為什麼他在美國的股價 你看從最高96也已經跌到8塊4毛 跌得非常慘啊 而且他現在 以前他就說我不降價 因為我要跟特斯拉比你 我要高大上 結果他現在沒辦法 他現在開始降價 降價3萬塊 而且他不斷降價 他賣的還不好 原本是1萬多量 那現在一個月 現在變成是6000多量 所以現在整個狀況來說 相當相當的一個糟糕 他說他們 他目前為止來說 今年大概會是一個 虧損的局面 他的利潤率從18 他降到5% 而且會越來越下降 所以應該沒多久之後 你如果降到5% 你現在已經 I'm not taking 你就根本沒賺了 對 你仔細看 你看他的內裝是這樣子 你看他有這種語音助理 他其實算是還蠻不錯 但沒想到他現在為止來說 你說這個就是未來其他 這是他的內裝 他裡面還有一個語音助理 我不用我嘴巴講 他就可以知道我要幹嘛了 其實他的內裝 或是他組裝 人家都說比特斯拉好很多 這就是他的助理 他其實是很高科技化的一個狀況 但沒想到沒辦法 在中國殺價殺得流血成河 連他自己都撐不住 為了這個特斯拉殺手 目前面臨到一個非常殘酷 連美國都非常重視未來汽車 好 那不是只有未來汽車 你說他的股價在美國 現在從61塊9毛5 降到8毛8塊4 所以你知道他相當慘重 好 那我們就講 除了未來還有小鵬 小鵬 何小鵬 他過去真的是中國大陸 非常知名的一個電動車的王子 就也是一樣 他第一季度的毛利只有1.7% 很簡單 然後後來整 這個毛利是這樣 但是你要扣掉一些管銷費用 整車的利潤是-2.5% 也就是說賣一台就是賠一台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 他還不如不要賣 賣了還賠錢 所以你知道 但是問題是 中國內捲很嚴重 所以你知道這些車廠怎麼嚴重嗎 好 我現在賣一台賠一台 但是我還必須要研發新車 因為我要投入 不然的話我不賣的話我會更慘 因為所有都沒了 對 研發新車之後又投入更多 然後其實都賣不好 所以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一直這樣 那這樣我跟你講 那真的很像黑洞 我跟你講再過幾年來說 他們大概就會掛掉 因為他一直這樣自己在流血 一直在輸血 沒有人能夠承受得了 這樣一個狀況 雖然還不只這樣 還有一個叫吉克 吉克也是這個Volvo跟中國合作 他們其實也是不錯 可是問題是目前為止 中國所有的廠商 你要說他們其實號稱都非常好 像以小鵬汽車 小鵬汽車說 我的這個里程數可以有755公里 比你特斯拉號稱都要好很多 然後10分鐘快充就可以衝到300公里 技術都比特斯拉好很多 問題是你賣了這麼多 這麼便宜 但問題是你還是賠錢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的這個車 真的是完全流血在競爭 而且這可怕是吧 這是他的空調 我用手就可以去調整 我這個空調的這個方向 是讓你仔細來看 我們必須說 中國的這個電動車 他們有自己本身的技術能力 但問題是你現在沒辦法賺錢 沒辦法賺錢都沒辦法 所以現在中國就講得非常清楚 現在整個市場極度混亂 很多車型一看就是沒有利潤了 但是大家都在捲價格 為了生存不擇的手段 就像當年弟弟和Uber打價格蛋 希望捲死對手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捲死對手 但是捲死對手的過程裡面來說 是整個市場完全都被捲死掉的狀況 現在真的相當相當嚴重 所以我們就對比 全世界最好的這個電動車 目前是特斯拉 特斯拉它的進入率 上一季還有15.4% 可是以比亞迪來說 它現在只有3.9% 而且這已經是中國最好的囉 而且你知道 未來特斯拉繼續殺價下去的話 哇 比亞迪搞不好更慘 那比亞迪慘 那其他的 小鵬啦 未來那跟我們講一定很慘 所以在整個狀況來說 對中國電動車 因為中國的 我就講 一個經濟體下滑的時候 兩個東西價格下滑的話 那真的很難很難救 一個是車 一個是房 好啦 因為看到這個局面 難怪巴菲特要賣比亞迪的股票 再賣啊 賣賣賣賣賣賣 現在不到9%左右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 它現在比亞迪呢 跑到什麼地方 跑到已經解脫 通縮局面的日本 現在日本有點通膨 所以我跑到那邊去投資 反而是中國現在開始陷入 一個通縮的一個局面 所以現在在中國生活 越來越困難了 是 我們就這樣嘛 網約車 就是我們台灣的Uber 你看 這個用了11個這個手機 那你知道 事實上最近年來說的話 中國發生了非常多 這些所謂的司機先生 就因為過度勞累駕駛 因為沒辦法 我一天要跑非常久的時間 你看 因為這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網約車 他因為早上沒有休息的時候 他就直接翻車 甚至你看 這網約車的這個司機 他剛才開著開著 眼睛睜不開了 眼睛在睡覺 因為太累了一個狀況 那甚至還有什麼 發生很多車禍 像直接這個疲勞駕駛 你看這個翻車 翻在這個外面 你看就直接翻車 因為他開太久了一個時間 太累了 就太累了 好 那甚至還有直接 就撞這個時候 中間的分隔島 就直接就這樣子不幸人 就走掉了一個情形 就因為這都是太累了 太久了 那你看 這是一個司機先生 你看 他一共跑了18個半小時 18個半小時 然後他只有500塊左右的這個收入 所以那收入其實並不算多 500塊那不到3000元 2000多塊 所以你知道市場現在 現在怎樣 而且你知道 現在這些網約車真的很痛苦 他直接怎樣 我要給你提供按摩座位 如果你按摩座位 如果你要這個的話 我五分鐘內多少錢 你看他們有想很多方法 那你要說 那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 那你不做的話 你根本沒有其他工作可以做 為什麼 我們現在中國競爭到底多激烈 我們曾經講到煙草公司 捲煙草有很多這個大學生 現在也是一樣 而且是名門大學 對 現在也是一樣 現在是怎樣 要這個驅趕 這個驅鳥園 也就類似說像機場啊 我要那種開槍 或是用那種設備 把這個鳥趕走這些人 你看 這是廠物還有驅鳥園 你看看 他們畢業的學校在這邊 而且大家自己看 像河南理工大學 浙江大學 浙江理工大學 還有武漢工程大學 一大堆都是 這個工學院的人來這邊應徵 沒辦法 他們現在只能夠做這種工作啊 你這個 這又引起大家的爭議 這個需要這些人 念這種書的根本不需要 但問題是 他們目前找不到工作 還不是找不到工作就算了 還不能講 我們就說 我們內捲啊 經濟很差啊 那個經濟不行 不好意思不能講 吳小波就是因為他講了 他跟兩個同行在那邊說 中國經濟不好啦 然後想要嘗試的 提出一些解決方案 不好意思沒多久 他就被禁言了 這就是目前中國 這樣子的狀況 你還不能夠講 你講的都不行 所以說吳小波講的 全部被下架了 對 事實上現在中國 到底多嚴重 車在內卷 房市在內卷 甚至連人 這個人的 這個服務業的 這個競爭力道 就這麼真的強 所以才說它是個黑洞 所以你跟它靠了越近的時候 這裡有可能會被它吸進去 我們來講 現在中國的經濟在下滑 經濟下滑有一個櫥窗 就是香港 沒有想到 香港也被中國拖劃了 香港本來是事業的香港 當你變成中國的香港的時候 大交易離你越來越遠了 是 而且講到香港 其實有一個人都是市場上觀察指標 誰 就是李嘉誠 李超人 你知道李嘉誠現在 連他都已經陸續的撤出香港 他把投資布局轉向東南亞 投資三加一泥的一個新創公司 包括一個膠囊旅館公司 包括一個投資平台 還有咖啡連鎖 第二件事情 李嘉誠他又投資哪裡 越南 他竟然要跟日本的 歐利市集團合作 要跟胡志明市的市長會面 宣布他們要把胡志明市 定為是金融跟科技戰略中心 並承諾要推出高檔的房地產計劃 所以李嘉誠前後相繼把錢 投資在印尼 投資在越南 這種種舉措都告訴我們什麼 中國已經開始慢慢被東南亞給取代了 難怪有一個非常可怕的數字是 印尼IPO的量居然超過香港了 大家都知道上來都是 香港跟倫敦這幾個市場 才會是IPO的一個主流的市場 沒有想到香港今年 已經竟然被印尼都已經給超越過了 所以顯見這個所謂的中國 當香港變成中國的一個城市 不再是全世界香港的時候 其他的東南亞國家就會變成是明日之星 而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中國自己本身的經濟 也真的是出現個大麻煩 包括剛提到的房地產的問題 是非常的嚴重 現在誇張到什麼地步 竟然說河南的一個南洋 你知道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河南南洋 南洋 而且他們是最大的一個爛尾樓區 他們這個最大的爛尾樓區 現在為了要解決這個爛尾樓以及房屋區化的問題 現在他們竟然想出一招 什麼一招呢 他叫他們自己的公務人員 團購自己的房子 這實在是太荒謬 他現在有一個貼文就出來 他就說 這根據市委市政府的領導批示 然後這個市處建局決定分批自籌集中心 必須要把這個未出售的房屋員 慢慢地出售給各級行政機關人員 還有相關的單位展開團購計劃 而且簡單講白話完 就是說叫你們這些政府的下面的公務人員 率先來團購 這真的是非常誇張 而且這個率先團購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因為真的沒有人買 所以他們就叫他們率先團購 後來就有市場人說 更可怕的是我錢改了 房子也蓋了 蓋到一半就蓋到一半就停了 停工到現在 爛尾樓爛了七年 結果現在我還要每個月繳房貸 還有每個月繳房貸 然後現在相關你看這個畫面 大概是河南省曾經是一個 他們重點項目 叫南洋市的一個龍王溝峰景區 現在是變成是南洋最大的一個爛尾樓 其實這個建商叫做萬家園公司 它在幾年前就因為資金鍛鍊的問題 主動來尋找合作方來解決這個問題 就沒有想到很多人就事實上 講著講著根本錢就沒有進來 所以這個曾經出錢買了這個房子 就發現我這麼多年來 我房子完全沒有拿到 而且也沒有建商 根本沒有辦法蓋下去 就爛尾在這裡 這都是爛尾樓 全部都是爛尾樓 裡面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所以你知道現在這一些 真的也空的 都很空啊 真的超誇張 而且你知道他們現在幹嘛嗎 他們現在決定自立救濟 就是你買了這個房子 人家建商一直沒蓋好 我們就乾脆還是搬進去 所以我們搬進去住 搬進去住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幹嘛自立更生 不是這個爛尾樓太可怕 我連地上的積水都沒有處理 然後花園都是爛的 對 都是爛的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就開始自立更生 怎麼更生嘛 有空地的地方我就自己種菜 然後呢在有空地的地方 我就開始養雞 然後就被自吃其力 就非常誇張 所以很多人 現在包括有很多人搬進去住 然後他們就講說 其實這樣住久了也是挺習慣 這個是爛尾樓 對 我在一樓有土地的地方 我在種菜 現在樓上這個地方 我居然養雞 養雞沒辦法 因為是盼望了8年10年 到現在房子都沒有辦法交物 而且你知道 還會種盆栽來美化一下環境 所以這些本來是受災戶的 這些投資的買房子的人 現在決定 就算你房子沒蓋好 我還是要把它當成我的家 我還是決定搬進去住 而且就開始養雞養鴨 種蔬菜 來自己來變成一個 可以活下去的一個方式 所以從這裡看起來 你就會知道就是說 中國的經濟問題 真的很嚴重 然後連他們房管中心的團購房 也都爛尾了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中國經濟爛尾的問題 已經是超乎想像 好 所以董事長 現在中國我跟你講 最可怕的就是 我小時候聽到什麼 因為我在夜市長大 聽到跳樓大拍賣大減價 他的壓力就大了 不過房地產在中國 已經是個根本的問題了 他這個整個目前來講的話 所有政府給的融資 給的條件 都是叫做保交房 就是消費者的房屋 對消費者這部分 因為他怕有引起民變 有引起上訪 所以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他們花了很多心血去顧 但是到底顧到沒有呢 並沒有顧到 因為那個錢投下去之後 那個量太大了嘛 蓋不起來了 對 所以大部分的這個 大部分的公司都已經倒閉了 所以你剛剛看到 藍洋這個是很正常的 是 那藍洋本身就是一個 很亂的地方 這是荷蘭 他們荷蘭以前 你講過去開玩笑的話 他說中國解放已經幾十年了 就兩個地方還沒有解放 一個是藍洋 一個是台灣 真的 我跟你講 藍洋就是這種地方 藍洋也這麼亂 亂得不得了 到時候人進去都被吃了 真的假的 亂七八糟的地方你知道嗎 有很多港商第一波進去了 他們反正裡面花樣很多就對了 專門吃外面的人 對 所以它裡面 你看它這個吃公務員 它裡面它現在是城投公司 都這一類的東西 就不斷地就是在裡面 形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債務圈 它這個債務圈各地都有 那這怎麼辦呢 它是時間來解決嘛 那可是你看中國人的韌性很好啊 對不對 他爛尾樓他住五六年啊 他跟你混啊 不是要在台灣早就跟你翻臉 跟他講 那個爛尾樓我居然可以種菜 我居然可以養雞 然後呢我居然就一個瓦斯爐動上去 我照樣燒飯煮菜 所以這是中國的耐性嘛 中國人的韌性非常強 他對共產黨的那個壓迫他的人 他非常習慣啊 所以他們不會像俄羅斯這樣造反呢 他不會的 他就是逆來順受 逆來順受 他說逆來順受就是等啊 他等下一次的這個翻身的機會啊 所以他這個東西啊 因為中國實際上富裕的地方 你也知道北上廣而已 其他地方通通都很窮 那現在是全面性的崩盤啊 那這個全面性的崩盤我們講過嘛 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你剛才也提到了 整個的所謂的出口產業 所以加工出口產品 全部大量地轉到東南亞 所以說中國現在只有兩大市場 出口市場只有兩大市場 原來是美國為主對不對 對 現在變成歐盟跟東盟 所以歐盟跟東盟 東盟這個財務上的力量來講 很多經濟上的互動 是跟中國北京當局發生很密切的關係 對 東盟是目前世界的一個新興市場啊 是一個非常大的新興市場 你看到沒有 你看連李嘉誠都能夠去那邊去蓋豪宅啊 所以你可見了 對喔 他的消費力到什麼程度啊 他能夠 李嘉誠是做房地產 對 房地產是很尾端的產業嘛 你要先把基礎先做起來以後 整個的GDP 要有錢了 整個GDP 整個財富大幅改善 才有可能所謂的自用住宅 他現在變成豪宅都去蓋了 所以可見他那個經濟實力 其實跟富裕的那個階級的這個區分 已經出現一個很強勁的一個新興市場 那這個市場只有李嘉誠看到嗎 沒有 一定很多人早就進去了 而且很多中國的財團也跟得進去了 所以我是覺得 東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潛力市場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也是美國要考慮的問題 因為美國在地緣政治上來講的話 它不可能提供你經濟助力啊 那經濟上 就變成經濟上靠中國 安全上靠美國 那這個不行啊 那美國知道這一套不理了 美國希望日本去取代這個 你會叫日本韓國進去 日本最大 所以日本像印尼來講的話 你現在你看 你剛剛看到歐利市這種公司 對 就是日本很大的財團嘛 所以日本公司在這邊做了 非常大型的新市政開發 對 全面性的投資 日本做新市政 然後工業區開發 整個一個New Town做起來以後 然後讓整個新的這種 這個所謂投資條件架構出來 因為這裡擺進他大東亞共融圈的一部分 所以這有他完全實現 而且很有經驗 你講的非常對 對 因為他過去的老吃藥都在 沒錯 他連地圖都可能找得到 中國人去還搞不清楚 他哪裡有資源 哪裡有項目叫 他都知道 所以日本人很厲害 所以日本這個美國跟日本在合作上來講的話 都在經營東盟這個市場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確實是整個大戰略上 所以還是相當的有力量 所以美中關係裡面的一個環節在軍事上來講的話 在東南亞 在東南亞 東南亞來講的話 我剛剛提到的 你看在所有的外交關係上來講的話 非常緊張 因為南海問題一定很緊張 那越南的邊境問題 越南一天到晚想跟他幹 沒錯 所以在這個整個中國的經濟 雖然在衰退的同時 他量體還是很大 他還是非常專注在經營這個 所謂的東盟的一些消費品的加工市場